北港町廊會為了讓食股店舖 還是健康的料理 配合幸福農村推動價位 這天到北港町 像卡利基盤扣定 由老師帶來的製作 蚵仔在米糕 廊會這天也為店舖的精力經驗 希望透過一人傳媒 讓店舖快樂還是健康樂化 這齁 來四個來 來來來 大家照著老師的基督 做回來做飯講講的蚵仔米糕 這是北港町農會為了讓食股來的中央 可以享受健康的料理 這天配合一百十三年 行為農村推動價位 來到北港町廊卡利基盤扣定 當中讓大家用冬粿 生産的蚵仔和雞米來製作料理 也讓大家提供是能夠有吃冬粿的重要 讓民眾可以享受冬粿的觀念 也把健康的料理帶回家和家人分享 我們都做得很好 蚵仔米啦 蚵仔啦 蚵仔啦 太困難了吧 不然啦 簡單啦 老實是咬得很好 大家都做得很好 蚵仔米很營養的 還有蚵仔 當季的蚵仔 很香的 蚵仔也香 蚵仔米也香 這飯飯很好 北港農會 總幹事飯飯很好 本廚房中也有農會即將來為中部的精力增加和佩服 北港町農會希望透過一年傳的農會可以照顧到社會鄉親 當時照顧新農工藝來讓大家學習 和東貴新山的農作部製造成好吃健康的料理 也提供在地美食文化 讓我當中更有意義 真的很感恩 我們這個是我們的志工 他有想到說 我們一些農友食堂 他本身 凡是一世人就要不要讓他們收過鄉親 他就是很樂意的幫忙 那我們想說 我們這裡的話 就是有好的米食 還有芋頭 也是現在是當季盛產的 我們響應就是食當季 用在地的 所以就讓我們這些農友食堂就是平常 在家裡面就是有時候自己生散的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下去施作 讓孩子 讓他們家的人實用 這條北港町農會的用心安排 不然是讓大家可以學習到養殖農業的重要 當時透過華東和志工的愛心 算到北港町的每一家 為提供華東今天不一樣的趣味 記得大家新材方法到